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科的病房里,一个母亲正抱着自己重病的女儿失声痛哭,询问之下孩子妈妈透露,因为无钱在维持治疗,孩子可能将要面临出院的境地。 这位年轻的妈妈绝望了,31岁的刘兰英来自湖南衡阳县区兰镇,2008年结婚后,一直没有孩子被诊断被不孕症,经历三次试管手术好不容易,在2013年9月1日生下女儿朱昭施,自此一家人总算迎来了简单幸福的日子,可是幸福却在2017年10月的一天戛然而止。 刘兰英偶然发现女儿身上有多处红点和欲青,因为在三天前孩子刚刚注射过疫苗,想到可能是疫苗引起的反应。 刘兰英赶紧带孩子去了医院检查,来到衡阳市南华副医后,在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中进行了骨穿,最终失试被确诊。 为再生障碍性贫血,急重型,住院治疗一周后,因为孩子病情严重,医生建议,去北上广的大医院,刘兰英和丈夫带着孩子来到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,在这里施施开始了ATC药物治疗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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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